曹真兵败后发来求援书信 大臣华兴建议曹锐豫驾轻征 可曹锐自知不懂兵法 恐怕不是诸葛亮的对手 于是招来太傅忠尧商议 忠尧夸赞曹锐有自知之明 但提醒他还差一丝知人之明 忠尧解释说 天子应该龙玉中功 可以不知兵 但必须要知道用谁来带兵打仗 东吴孙十万就是最佳案例 说到此处忠尧跪岛在地 表示愿意用全家老小的性命 保取一人 必能打退诸葛亮 此人正是司马重达 曹锐被忠尧一提醒 也想起司马懿之前 在雍良的招兵之举 知道是自己听信谗言 错怪了司马懿 心中悔恨不已 为了大局着想 曹锐决定重新启用司马懿 诸葛亮大败曹真之后 继续挥师北伐 乘胜追击 蜀军士气高涨 连战连胜 诸葛亮眼看大局已定 命令赵云引兵十万 攻打长安 让魏延率兵八万 攻取洛阳 他断定不出半年 便可统一中原 众人高兴之际 有士兵来报 李延之子李锋从成都赶来 声称有及时禀告诸葛亮 诸葛亮听后大惊失色 他以为孙权背弃盟约 出兵伐属了 急忙召见李锋 李锋见到诸葛亮后 表示后方安定 并没有战事危险 自己死刑是为了 传递李延的一封密信 诸葛亮这才放下心来 打开李延密信一看 诸葛亮神色戍变 看完之后 居然哈哈大笑起来 马素等人不知其意 询问诸葛亮信中内容 诸葛亮表示 李延此次立下大功 居然说动孟达反叛曹魏 现在孟达愿意率领 新城十二万兵马 归顺蜀汉 和诸葛亮一起剿灭曹锐 听到此消息 众将皆是兴奋不已 新城距洛阳不远 孟达出兵必能让曹锐措手不及 诸葛亮更是喜不自胜 他认为这是天佑属汉之兆 当下让马素回信一封 与孟达在九月初时起兵 他和孟达理应外合 同时攻打洛阳和长安 司马懿自背贬之后 整日在家中抚擎作乐 这日司马昭来报 朝廷的钦差大臣来了 司马懿急忙出屋领旨 华兴宣读曹锐旨意 提拔司马懿为票旗大将军 统领中原所有兵马迎战诸葛亮 司马懿心中大喜 他苦等多时 终于熬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 当下立刻收拾行装 前往晚成赴任 司马懿在仗中点将 有一人不请自来 缓步进入大仗 直言有一件天大的功劳 要送给司马懿 司马懿定睛一看 此人正是卫星太守申仪 申仪本是上庸的豪强大户 被刘备奉为西城太守 孟达当年驻守上庸 因为没有救关于 遭到刘备的迁怒 正是申仪兄弟二人 劝说孟达投降曹魏 此时申仪前来 就是要给司马懿打小报告 他的一个好友李楠 是孟达的谋士 偷偷抄袭了孟达 写给诸葛亮的密信 交给申仪 由此申仪也知道了 孟达谋反之事 申仪与孟达不合 于是将孟达密信 交给司马懿 想要凭此事立功 司马懿听明事情原委后 心中大惊 他知道新城与洛阳的距离 此时带兵救驾 已然来不及 司马懿决定 新率一支起兵 新夜赶往新城捉拿孟达 司马懿率兵赶到新城附近 刚好抓到诸葛亮的信使 截获了诸葛亮给孟达的回信 原来诸葛亮听说司马懿上任后 担心孟达反叛之事泄露 因此写信给孟达 让他提前举兵 司马懿看完信后惊出一身冷汗 他知道自己如果晚来半个时辰 那事情就无法挽救了 所幸自己来得及时 司马懿收缴书信后 知道孟达对自己毫无防范 当下派申仪为使 进城面前孟达 谎称自己只带示威路人路过新城 在城外邀请孟达相见 孟达不知司马懿套路 被申仪诱出城后当场斩杀 司马懿带着孟达人头 星夜赶赴洛阳 将事情如实禀告曹锐 曹锐一听后怕不已 知道如果没有司马懿 这次孟达反叛 必能覆灭曹魏 当下加封申仪为冀州刺史 又将天子宝剑交给司马懿 赐他先斩后奏的大权 司马懿如获至宝 捧着宝剑心中万分激动 司马懿回到军营后 召集重将议事 此时五子梁将中仅有虚晃 和张合幸存 但也是虚发皆白 垂垂老矣 司马懿纵观全局 运筹帷幄 探勘出诸葛亮大军 征战五月有余 冰封已衰 气势已劫 而且诸葛亮连续攻城掠地 看似胜券在握 但不知不觉间 诸葛亮已经深入魏国腹地 战线越拉越长 粮草均械补给越来越难 如今诸葛亮所有的粮草 都需要从汉中发出 调遣极极困难 司马懿深思熟虑良久 已然看出一个逆转局势的关键点 那就是接庭之地 接庭山高古深 地势险要 竟可攻关中 退可守拢右 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最关键的是 接庭恶守汉中咽喉 是蜀军梁道的命门所在 司马懿算出 只要攻下接庭 就可以断掉蜀军梁草 十日之内 诸葛亮大军 必然不战自退 如果诸葛亮宁死不退 他们只要坚守迎债 避战不出 诸葛亮几十万大军 不出一跃 就会被活活饿死 周围众将 一听司马懿之计 大都为惊叹 夸赞司马懿 眼光深远 用兵如神 但阶庭虽小 却干系极大 司马懿算定 诸葛亮会全力防守 必须要派一员 智勇双全的上将 方能攻下 此时老将张和 请命出战 张和乃魏国名将 先前跟随曹操 征战沙场多年 善用地刑 用兵巧遍 被列为 魏国五子梁将之一 如今虽已是垂暮之年 但其雄心壮志不减 仍想杀敌 建功立业 司马懿也知张和本事 当下拨给张和两万精兵 让他攻取皆庭